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氣都還算是穩定 大部分地區都是比較多雲到勤 有一些透光 下雨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只有在花蓮地區 台東地區以及高雄山區 出現一些零性的下雨 也因為天氣比較穩定的關係 今天各地的溫度都算是比較舒適到溫暖 但是在這邊還是要特別提醒大家 今天入夜之後的溫度還是會持續的下降 受到強烈大陸冷氣团的影響 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這段時間 中部與北地區 特別是陰海空曠地區 還是有機會出現10到11度的低溫 感覺上海是會比較冷一點 大家在今天入夜之後 到明天清晨這段時間 還是要記得做好保冷的工作 至於在明後兩天的週休假期 冷空氣開始減弱 所以溫度又會逐漸的回升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明天的天氣預測圖 圖上顯示高壓持續的冬移 風向從今天的東北風慢慢轉為偏東風 這代表溫度就會開始的回升 因此週休假期這兩天 大致上在全台各地白天的高溫 都可以超過20度 甚至在中南部地區 可以來到24到26度 感覺上會比今天更舒適更微暖一些 加上偏東風帶的水氣並不多 只有在東半部的迎風面地區 和北部的山區 有機會出現一些零性的下雨 溫度回升的情況下 下雨又不多 就相當適合安排戶外的活動 不過在這邊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早晚溫度還是會稍微偏涼一些 大家在早晚的時候 多加幾件衣服就可以了 以上資料是由中央氣象局提供 從明天白天開始氣溫就會逐漸回升 大部分地方都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我們趕快來看看各地的詳細氣溫 北部地區的基隆 台北和桃園回到多雲的天氣 11度到20度 新竹和苗栗還看得到陽光 而在中部地區的台中和彰化 都是多雲時勤 12到23度 南投 雲林和嘉義 都是多雲的天氣形態 南部地區的台南和高雄 也都出太陽 15到24度 屏東多雲 東部地區的宜蘭 花蓮和台東還是有下雨的機會 氣溫最低11度 最高23度 接著來到外島地區的澎湖 是晴時多雲 金門和馬祖都是多雲的天氣 氣溫最低10度 最高有20度 好 我們接下來看看 未來三天的天氣形態又是如何 首先我們看到接下來三天 外島各地的天氣都是相對穩定的 大部分都是多雲到晴時多雲 但是在東部地區的 降雨機率仍然偏高 外島連續三天都是多雲的天氣